高雄市有中華泛藍協會 叫團員到大陸 那麼現在橋頭 高雄橋頭地檢署 現在在辦這個案子 說他們接受國台辦招待 然後還要特定喊一些口號 比方說像剛剛在講的 兩岸一家親 藍白河 這些怎麼好像都變成是禁語了嗎 大家開始查這個 檢警還傳喚一共22個人到案 包括6位前任里長和現任里長 然後詢問之後還說 業姓領隊社犯反滲透法 選罷法依15萬元 5萬元交保 把它當作是一個司法案件 在偵辦了 那這樣的話是怎樣 是要讓其他的縣市 有到對岸 然後去跟他們做民間交流的 通通不准動 然後否則的話 你小心都要來上門查水表 董哥 沒有這就是我們的司法單位 然後在一些媒體 譬如說這種當然是自由時報的頭碗頭 可以報導好幾天 對不對一定 然後那些綠色的媒體就開始報導 因為他要製造一個印象 中國大陸在介入台灣的選舉 就炮製四年前王立強事件 王立強事件是假的 可是相心夫妻被抓起來是真的 不准出境 他也上個月才出境 前台灣 全世界只有一個人跟他道歉 蘋果日報香港的總編輯 他說我們那時候 沒有求證 東西都是假的 你要回香港了 他上個月18號回去 他17號 在香港的明報跟他道歉 說我們對不起你 民進黨把相心抓起來 沒有給他道歉 檢察官想受壓他 他的律師也很那個 沒有被受壓 可是先知出境 1426天 就民進黨玩你 對不對 你沒有人權 對 我覺得怎麼樣 我當選啊 民進黨是一個不要臉的政黨下流 我每天罵他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因為你的選舉 而去招他這樣的人權 你每天講人權是世界價值 你哪有什麼價值 你們的噁心嘛下流嘛對不對 這就是 好讓我來講 為什麼我這麼看不起這麼多司法官 這麼多的媒體 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東西都是假的 四年前他們也去 中華統一出境黨有個部門經紀委叫何建華 何建華也是帶他的姐妹桃 去夏文玩 那夏文玩了五天還多少 反正他的價格大概就是一團 他們就旅行團 一團大概是八千塊 他們也是用 用相關的所有 委員審報法 什麼這些法全部 去辦他國安法都辦 辦了以後 到法院法官說 因為說你明顯比一邊市面上便宜啊 那法官說那你為什麼是這樣 那他講我們這個器還要採購啊 我們有採購團 你知道台灣有採購團是零言的 你去大陸玩不要錢了 可是你要去一些賣場買東西 這個就是 所以法官說沒錯啊 他也知道 他說這是一個團的促銷方式 那這種在東南亞的團 也很多是這樣的話 是 你去那邊就要去 那你要不要辦呢 你就要去買燕歐 要去幹嘛就是這樣嘛 對 所以 去大陸就不行 所以他一審二審三審通通判奴罪 這個何建華的案子 各位朋友可以上網 但是我告訴你 民進黨他現在在 他因為他很沉醉於 2020年那個環境嘛 那個環境還有美國跟澳洲 在幫他打險戰嘛 那這一次沒有這樣的條件 那他現在要怎麼辦 他就去炮製 所以你可以看最近的幾個新聞 幾乎每個禮拜都會一裝 那些垃圾媒體就會 把它放頭條啦 怎麼樣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蔣偉國的秘書 你看帶人去中國大陸怎麼樣 總共有三十幾顆星星啊 對不對 大家記不記得那新聞炒了好幾天 然後接下來 有個叫向德恩的 跟中國大陸表忠最近被判有罪 然後由一個旅行業者 然後去幫他牽線 三天前判有罪對不對 判十二年 所以他在製造這樣的氛圍跟環境 這就是這些媒體還有這些司法單位在配合的政績 選舉就又開始了嘛 可是回來我們看看 那現在呢 三組人選 民調比一比 現在從最新出來的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順序仍然不變啦 我先請教一下這個波基因 比方說美麗島電子報這個民調 賴清德32.9 柯文哲24.6 這個是最不希望看到誰當選 說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賴清德當選啊 問題是他支持度是最高 你看賴消配36.3 然後順序一樣嘛 我剛剛說那侯康配第二 31 柯銀配18 連兩成都不到 然後信傳媒這邊呢 你看喔 支持度的部分賴清德28.2 侯友宜24.6 柯文哲24.3 看起來是相相對而言比較接近 但是是信傳媒的民調 然後呢 這個侯跟柯 居然還能夠拉那麼接近 而且是侯領先柯 這個之前其實應該比較不會發生 因為他是全手機 對 那所以如果是全手機的民調還這樣的話 按照理講應該對柯比較有利嘛 但是他還是排第三 所以照現在這樣子來看的話 這個柯文哲看起來從民調 哇這個 好像劣勢是越來越明顯了 那這樣的趨勢你覺得會持續下去嗎 波基 其實這一段從這個應該說11月23號就是一個重大的 我選情的轉捩點喔 從11月24號以後做的所有的民調都顯示柯文哲要嘛是沒有上升或是下降一大段幅度 只有這兩種趨勢他沒有增加絕對沒有 那侯友宜全部都是上升 而賴清德大部分是平盤或上升 也就是說現階段第一個叫做藍綠基本盤的歸隊 那如果藍軍跟綠軍的基本盤都就位的時候 柯文哲的支持度被打回原型 像比如說以這個友台的TVBS的民調 他們現在柯文哲最新做出來的是23% 剛好跟5月中旬5月17號那個時候 就是藍跟白的人選出來的時候是23%一模一樣 就等於是打回半年前的樣子喔 那對柯文哲來講當然是一個警訊 可是呢對侯友宜來講叫做機會 也就是說藍白即使不合 但是你現在看起來是有機會串身 而且藍軍比如說像美麗島經報 我特別去看了他政黨交叉的分析 國民黨支持者支持侯康佩的破九成 這是史無前例 之前大家還記得嗎 以前那個國民黨支持者之後有 有六成七成就算不錯了 這次破到九成 那你說跟趙高康大哥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跟韓國瑜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就是整個藍軍凝聚了起來 而綠營民進黨支持賴清德也破九成 九成一更高 可是民眾黨支持柯文哲的掉到84 也就是說現在反而是你柯文哲守不住你的盤了 對 那連中立選民就是所謂的中間選民沒有表達政治立場在美麗島經報裡面 柯文哲都排第三 我說這個才是柯文哲的危機 也就是在上個禮拜這種我們不管他是不是軍曰世界的影響 或者是他後續的一些策略 沒有就是操作失當 那導致 他後面有什麼策略 比如說講兩億美金 比如說這個沒有競選行程 比如說找了無形營搭配等等的 就是說這一連串的表現讓很多的中間選民對你沒有期待 而轉向可能往喉或是往賴都有可能 但是不管怎麼樣現在這個局勢 如果藍綠對決 那柯文哲在未來的一個多月 如果他沒有辦法再崛起的話 他確實有可能成為那個被放棄的第三者 那可是如果未來因為你要知道 連民進黨今天他們自己中常會都說 他們內參民調侯康佩超越柯文哲成為第二名 那民進黨就會開始把炮火轉向侯友宜了 不要忘記了民進黨在這半年 很少再提侯友宜了 在那個衛藥案事件之後 侯友宜民調一調 基本上他們民進黨是對著柯文哲打 現在藍軍要準備好 綠軍的炮火來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接得住 這可能就是後面選戰的關鍵對決的一個 應該說一個衡量的點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